画面中的施工现场是位在内湖周美里的西名路 水公司正在进行配水管的更新工程 周美里里长邱丽玲说 当地的自来水管线已经用了将近40年没有换过 为了让民众有更好的用水品质 他向市议员游食会反应 在游艺员的协助争取下 帮周美里争取到了这项自来水管更新工程 我们周美里在去年我们发现 我们大街小巷很多地方是漏水 经常看到水购很清澈的水 那就是我们公家的水在流失 另外就是我们的水管太老旧 还是用以前的塑胶管 以至于家家户户所有的饮用水品质非常的不好 拿我家来说就是整个过滤区都是黑色的或者是咖啡色的 表示那个水质不太好 那经过呢 我就向游淑惠游艺员来澄清 游艺员就说那怎么行呢 让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我们社区民众喝的水这么糟糕 所以呢他就大力来支持 帮我们争取把周美里需要泰换的水管 一次就在去年把这个经费争取到 也感谢我们东区自来水处大力的协助 包括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 发包 他们是做了非常妥当的一个安排 那非常感谢我们东区自来水处 也拜托各位邻居 在这段时间给大家有一点不方便 但是我们为了争取更好更好的这个生活品质呢 请大家多多包涵 市议员游淑惠也亲自到现场了解施工情况 除了配水管大管的更新 通往家户的集水管 也将换成不锈钢材质的水管 议员说这次共争取到3000万的工程预算 来彻底协助周美里全面更新自来水管线 目前全里的施作进度已达60% 预计年底前完工 过去周美里是属于比较老旧 而且比较开发慢的一个里社区 所以我们地下的水管 大概已经都三四十年没有更换 材质还是旧的PVC 后来跟里长以及自来水处讨论了以后 原本是要逐年态换 但我们担心影响交通过大 所以自来水处就决定一次 在我们去年到今年 全部这周围一次更换 这个3000公尺 然后总共预算编列了3000万 希望解决周美里2000户的饮用水品质 还有水管的品质 那目前施工已经完成60%了 预计今年年底如果天工作美的话 应该今年就可以全部完工 除了自来水管线老旧 游淑会议员说 周美里的许多公共设施 也有老旧或是不到位的情形 他将与里长共同努力 来提升相关的公共设施 我们刚刚说好周美里这边属于比较老旧的社区 所以很多公共设施过去都没有规划 也规划不到位 譬如说周美里的区民活动中心 到现在还只是在一个合体旁边 搭一个铁架铁棚 然后非常的简陋 也没有任何的空调 那小朋友的设施空间也非常的少 那现在我们极力在帮周美里 就是发展跟设置完善 就合并的相关的一些设施 可以让里民去使用 所以我们有一些这个联通的电梯 然后桥梁等等 然后不管是灯光的美化 或者是说让通行更方便 我们需要让周美里的里民 可以去运用这个河滨的这些空间 要不然的话他们真的没有什么 公共的空间可以使用 我也感谢我们邮署会邮议员 在我们这个里公共设施非常不足的情况下 包括我们这个活动广场 我们活动广场 包括这个整个天篷 还有这个地面 舞台 还有未来还有一个景观厕所 都是我们邮署会邮议员大力来争取 那我们在这个公共设施很缺乏的情况下 给我们邻居们多一点点的补偿 未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那个人行道上 人行道破旧的人行道能够尽快来更新 也要仰仗我们邮署会邮议员来帮忙 周美里邱莉林里长相当感谢邮署会议员的大力协助 重视老旧社区的发展问题 她也将持续努力从各方面为里民服务 提升周美里的生活品质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